蘋果今年首場發表會登場 推出全新的iPad系列 包括iPad Air、iPad Pro 還有Apple Pencil Pro功能都大幅的升級 其中新款的iPad Pro 搭載最新一代的M4晶片 让iPad Pro變身成为功能强大的AI装置 起效新产品 也让创作者还有学生族群眼睛一亮 The new iPad Pro is even thinner than the iPod Nano which makes it the thinnest Apple product ever Apple推出历来最轻薄产品 新款iPad Pro有13寸跟11寸两种尺寸 厚度分别只有5.1跟5.3公里 便薄的机身加入石墨导热层 散热效率比前一代提升20% iPad Pro直接跳带升级 为专业用户送上最新一代M4晶片 它采用二代3奈米技术打造 让新款iPad Pro成为能支援AI运算的 超强大装置 M4是苹果历来最快的神经网路引擎 可支援最快达到每秒38兆四运算 至于新款的iPad Air 则是首次提供13寸与11寸两种尺寸 搭载M2晶片速度比之前搭载M1的iPad Pro 快了将近50% 加入全新感测器的Apple Pencil Pro 用双指按压笔杆即可叫出工具列 带来更加的视觉体验 刘勇伟编译 刘勇编译